不過其實他如果假設說 我只要保留其中一個 這個不要的話 只要刪除前面這一個 那另外當然你還有別的寫法 比如說我今天不要用剛剛反向的方式刪除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不要從這個尾巴那個直接刪 那你可以什麼 你可以直接假設我要從第一個 三到最後一個的話 那你可以for i 等於1到蓄著點抗 那最後那個的話 因為假設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蓄著點抗其實得到的數字應該是多少 1 2 3 4 所以他回來蓄著點抗就是4個 所以1到3 可是我最後一個不要3 那你可以把它減1就好了 OK比如說我今天假設把它去的點抗減1的話 那就變成1 2 3 那如果1 2 3那不是就留下資料 所以底下的話這個邏輯需要嗎 其實這個邏輯也不需要了 有沒有這個邏輯判斷什麼if 這個可以拿掉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3的話 他就會刪掉 3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會刪1 2 3 可是這邊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現在刪的話 他第一個刪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刪第二個 第二個地補到第一個去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把1 2 3全部刪掉 很簡單 把蓄著i改成蓄著1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反正我刪完1第一個之後 有沒有 那第二個會地補到第一個去 所以2就變成1了 當我把第二個刪掉的話 3也會再地補到1 所以其實每個最後都會跑到第一個 我試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for i 等於1到蓄點抗 你會發現蓄點抗現在等於4 那如果4-1的話得到的答案是3 所以等於是跑1 2 3而已 那如果我今天把第一個刪掉的話 那你會發現 第二個跑到第一個 所以我再來刪的話 應該是理論上 i應該等於 不對喔 對對一樣 對對一樣跑3次 然後呢 那這個時候 蓄著就不是第i一個 如果是第i一個 他變成3 這個第二個 OK 那不對啦 所以我一樣刪第一個 然後再nest nest的話 變成i等於3 OK 這跑3次 然後一樣把第一個給刪掉 好 那刪完之後 跑3次結束了 離開 這樣子 也OK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保留幾個 你後面就剪幾個就好了 這樣也是一招啦 OK 所以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 程式的寫法 其實也沒有說一定 只能怎麼寫啦 當然主要取決於 你要怎麼寫會比較靈活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就是好的寫法 那每個人想到的應該也都不一樣 所以你盡量 用你自己覺得最容易理解 然後也最不容易出問題的方式 來撰寫 沒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己再 稍微再思考一下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那個樞紐分析表 那個有沒有 我們歷年那個 跟這邊總共有三個表 三個圖啦 那其實上個禮拜主要就是說 我把那個樞紐分析 畫面這邊切一下 那我其實是做一個表 有沒有把它錄下來之後 再做一個圖 所以這個地方按下它 它先做出這一個 再做出這一個 那實際上 這個可以分兩段 一段是這個表 一段是這個圖 所以其實錄了兩個聚集 然後再做修改 那其實其中的話 這個表比較麻煩 因為它裡面其實動作比較多 所以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你就先怎麼樣 先產生 先把它彩排一下 然後再開始錄製 那如果假設 像有同學發生錯誤 我是建議你可能在NG重來一下 比如說像剛剛這一段好了 樞紐分析表 出錯的話 當然你就是什麼 開發人員錄製去期 有沒有這邊就樞紐表 那當然它可能會出現什麼 出現那個錯誤訊息 比如說裡面已經有了怎麼辦 它會跟你講說 是否取代舊的 那如果你覺得 對我要把它取代掉 沒關係按確定 要把它蓋掉就OK了 有沒有 要不要取代 要 是就重來了 那當然幾個動作 一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 二的話 請你把年 記得 錄製的話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是先把年拖拉到列 然後再把年拖拉到值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錄製聚期的話 建議你顛倒 先把年拖拉到值 再把年拖拉到列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顛倒的話 你那個程式執行會發生錯誤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如果先列在值 它會出錯 可是如果顛倒就不會 這個可能你們再看一下 我發現這樣可以解決 那個錄製完之後 你還要再解決那個程式發生錯誤的問題 所以特別是把年拖拉到值 年拖拉到列 OK 然後再來把那個列標籤 這個裡面的2103把它拿掉 所以打勾取消 有沒有 然後這樣OK了 OK的話 就把開發人員停止錄製一下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聚集裡面找到 我們剛剛錄製的那個叫樞紐表 把它做編輯 那其中的話 我大概改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就是說 這邊會增加一個什麼 我要把這個工作表名稱 就是做一個修改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 這個上個禮拜有提過 主要是增加這一行 就是先增加一個工作表之後 再把那個工作表 那那個工作表的話 其實有個固定的物件名稱 叫Active ActiveShoot 目前的工作表的名稱改一下 再來的話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你要放哪裡 OK 那它其實這邊會有這個工作表2 驚嘆號 其實你可以把它刪除掉 那放這樣可不可以 其實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只是說我自己個人習慣 我看到那個什麼R1C1 什麼R3C3 我看了實在是會覺得頭痛 所以我習慣會把這個改一下 其實R就是列 C的話就藍 那這個指的就A1 所以你們可以看 我在雲端上其實是放這樣 叫Range 有沒有Range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3就好了 因為其實你看A3 我覺得會比較直覺 有沒有 所以剛剛那個雙引號 R3C1 等同於這樣的寫法 OK 那如果啦 你說老師 那我剛剛那個方法我OK 沒關係 你保留OK也可以 其實跟各位講 還有第三種方法 如果你要指那個儲存格 你不寫這樣的話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叫中瓜弧 裡面放一個A3 這樣子的話也可以指向A3儲存格 所以至少有三種方法 是可以指向儲存格的 至於哪一種方法比較好 我覺得不要出錯都好 OK 我自己個人習慣是寫這樣子 Range A3 所以你們可以在這個雲端 在那個雲端上面可以看到程式 應該是比較像這樣子 那至於上面這個要不要改 我覺得倒也看各位 如果你覺得寫這樣子不喜歡的話 其實這個也是可以改 我習慣是改成SHEATS 金湯的話 前面是SHEATS刮弧資料 然後呢 後面要點 這個的話就是Range A1 A1到什麼R的 這個什麼 應該到哪一列 到那個8的話應該是多少 第8列 第8列應該到H吧 OK 所以H H H的3 4 5 8 OK 那一樣啊 這邊記得喔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Volution等於6 一樣把它Delete的掉 這個如果沒有Delete的掉 也是會發生剛剛那個問題 有沒有剛剛有的是8 這邊沒有變成6 這個有時候搞不清楚 為什麼它版本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Delete的掉 那其他的話還有哪些把它去掉 像這個有沒有從什麼 什麼SHEATS多少點 這邊我好像上個禮拜跟各位講過 這邊其實都可以把它刪掉 哪些可以刪呢 從這邊 這兩行一定刪 然後 這個WITH到ENDWITH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把它刪掉 所以從這邊 這個WITH有沒有 到下一個ENDWITH 到這裡 這個可以把它Delete的掉 另外的話還有這個WITH到ENDWITH 這個都預設值 這個都可以把它刪 所以可以刪兩個WITH 其他的話就是 拖拉到值 拖拉到列 然後隱藏兩個 其實這樣就會變得比較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 雲端上面其實我最後只是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從2 從2到5而已 就是這一段 其實我是把那些預設值 多出來的東西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加在這個地方 並且補上上面 多增加了所謂的注解 注解其實就前面加上單影 那你會發現 就好清楚了 其實剛剛我其實沒有做多少事情 只是把一些預設值的東西刪掉 刪掉之後的話 再加上我剛剛到底 做了什麼動作的注解上去 有沒有 然後呢 上面還有個1 1的話是避免掉 就是你將來增加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 重複的問題 所以喔 我們來做一次 這個已經 有沒有 錄次修改完 然後加註解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就會出現這個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但是呢 為了避免什麼 如果你現在在執行一次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一樣會命名成這個名稱 可是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 一模一樣 那以上裡面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所以會發生什麼錯誤呢 執行一下 該名稱已存在 請嘗試使用其他名稱 偵錯一下 就這個東西 那這怎麼辦呢 所以喔 為了避免喔 這個上面的 這個底下這個名稱重複 所以呢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欸 所以喔 上面的1 其實就是解決 重複名稱的問題 那至於要怎麼解決 那個重複名稱的問題 那其實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 就是底下的工作表 一個一個檢查 檢查什麼呢 檢查就是有沒有跟這個名稱一樣 如果有一樣的話呢 我就先把它刪掉 如果我先把它刪掉 那自然而然 就不會出現剛剛的錯誤 欸 可是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也當然不是啦 所以如果你想到 有更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式 不過除了把它刪掉之外 好像 應該也 也沒有別的 要不然就是說 什麼 在它原來的工作表上面做事 可不可以 那要去別人說 這個就不要add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兩行 這兩行 不過 OK 可能你們自己再試試看吧 就是要可能要把舊的刪掉 這個也許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那我想到的是什麼 如果它有存在 那我就把它給刪掉 所以這個應該在第15頁的地方 這邊就有一個註解 有沒有 註解1 它這一段程式是我額外寫的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什麼 先做一件事情 for i 等於 e 到序點看 就是說 把每一個工作表的範圍先確定 然後檢查一下它的名稱 是不是跟這個名稱一樣 如果是的話 就是把它刪掉 再離開回圈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把它倒車一下 就是把這個程式拉回到剛剛這裡 讓它檢查一下 檢查一下有沒有一樣的 第一個是不是一樣的 是喔 所以它會先怎麼樣 把這個工作表先刪掉 有沒有 然後呢 再到這邊新增 重新命名 這樣的話呢 就確保什麼 這個 我們新增的這個 工作表名稱不會重複的問題 所以 這個是我額外寫的 OK 只是說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方法 想想看 也可以改沒關係 那資新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再試試看 因為剛剛同學 有問了這些問題 至於說 如果你假設你做的方式 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那表示有點NG 那怎麼辦 請你重新錄製 可能有時候 反而會比較一勞永逸 再檢查看看 OK 那 我把畫面 廣播先取消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再檢查看